这是我朋友的电脑 我记得他特别爱学习 那么在他电脑上搜索学习资料 很显然啊 屁都搜不到 我朋友那么爱学习 我是不相信他没有学习资料的 这时候我们使用Eversign进行搜索 找到了 咱们一起看一下他都在学什么 卧槽 大家好 我是小宇 新学习新电脑 给大家分享点新软件 随便问一下 你们都开学了吗 这期分享的软件真的超级实用 宽宽逼装 软件有点多 记得收藏 方便插造 哦对了 前面提到的软件 叫做Eversign 一款占用内存集体的搜索引擎 它能够基于文件名 快速定位文件和文件夹地址 这款软件我还会打包 放在视频评论区中 OK 正片开始 这里我通常使用的是 我好兄弟的电脑 前两天他给我看了一个名为 少年什么宾的小说 记得挺好看的 不过这是他的电脑 我不知道文件名 也不知道放哪里了 直记的文章中 有房东太太这类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在TickStick中 搜索房东太太 只用了三秒 就找到了该文件 右键就能打开该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怎么样 这个软件实用嘛 不仅如此 它还能检索PET中的文字 搜索一键三连 就找到了包含该内容的PET 除了PET PDF Excel文档 都是可以检索内容的 相信我 这款软件你肯定能用得到 选入想要预览的文件 点击空格 就可以快速预览文件的信息 可以快速查看文件夹信息 快速预览图片 压缩文件 音视频等等 不过它最强大的 就是能直接预览PSD文件 终于不用再打开个图片 等待半分钟了 前面大家都听说过火龙这款软件 干净剪辑 轻巧易用 不过它最出色的功能 莫过于弹窗拦截 这款软件就将火龙弹窗拦截 独立了出来 有了它 你以后再也看不到弹窗广告了 万一有漏网之余 点击弹窗拦截 即可将之类的弹窗拦截 顾名思义 就是帮助你定时关机的小工具 这个软件乍一看 有很多功能 容易把人搞得晕透转向 这里教给大家一下如何使用 如果我们想要在10秒后 让电脑提醒我们喝水 在动作中 我们选择无动作 随向中我们选择提醒消息 提醒时间输入3秒 提醒消息输入该喝水了 这里是可以多选的 可以在提醒消息的同时 打开指定文件 这里我们就选择打开浏览器 然后在实际中点击定时 倒数10秒 最后点击启动任务 这里就会按照我们的设置进行操作 如果想要定时关机的话 这里就选择关闭系统 然后启动任务 这是我用过最简洁的卸软件 通过这款软件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电脑上有哪些程序 这些程序分别振用了你多少存储空间 这款软件不但能卸载 平时卸载不掉的软件 而且卸载后 会自动清理注册表 和残留文件 做到了真正的完全卸载 当然当你C盘爆满的时候 不能只是简单的卸载软件 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清理C盘的要求 如果小伙伴需要的话 点赞3万一周之内 火速更新C盘清理指南 这款软件真的是学生党打工人必备软件 软件只有12兆 但拥有60多个小功能 而且完全免费 这款软件几乎包含了你可能会用到的所有工具 在PDF工具其中 你能看到数十种有关PDF的操作 PDF转Office文档 图片转PDF等等 格式转换工具其中 同样拥有数十种工具 图片转换工具 视频转换工具 文档转换工具等等 最重要的是 这款软件中的所有工具都是完全免费的 这么良心的软件都分享给你了 就个免费的点赞 不过分吧兄弟们 OK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 觉得视频做的不错的话 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是CVB 下期再见 拜拜